浩子鬼吃吃 吃對了沒有錯的 擺地兒被偷的好像真的滿多 因為我突然想到我一個朋友 也像剛剛雖然姐講的就是 他是 他去試鏡 對 然後他去試鏡之後 那個Castly就跟他說 你的很好 我幫你的剪成 就是示範帶 後面所有人來都說 你就照他演 你照他演了 演 但是因為 但是他演 他呈現的方向 全部都讓後面的人去演 這個在前幾年真的有 就是他會請 付你比較高的錢 對 然後請你先錄一集 然後你錄完一集之後 就變成示範帶 對 然後我就再找便宜的來 然後告訴你說 你看喔 記請前面 是這個樣子的 然後後面他就可以用 非常便宜的價格 但是就是Copy 做你一樣的事 前一陣子的確是有這個亂象 我覺得廣告最常出現 這種事情 廣告滿常出現 他們就是只是因為 他的價錢比你低一點 真的 就一點點而已 真的是一點點 那這也沒有長得比你好看 那我應該比較甘願 因為你聽滿多 我想到找你拍示範帶了 這預算差很高吧 對啊 還有爺爺幫我買機票 我跟你講 好 所以 陳律師因為常常 我們在職場上 真的有很多人 我們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有意還是無意 但是他就會把目標 講得非常的大 很大 對 講得很完美 畫大餅這樣 沒錯 所以他們這些 畫大餅的心態是什麼 長官希望勉勵下屬多工作 有時候是會剝劃一些圓景 那剝劃圓景跟畫大餅 有時候我們不是那麼容易區分 那通常就是 其實你最主要不是看他講什麼 而是你觀察這個 以前這個主管他為人處事 他如果以前有工必賞 該加薪就有加薪 該升遷就有升遷 那你比較能相信這個主管 是在幫你規劃圓景 如果他只是嘴巴縮縮 像剛才例子 他動不動又改變 變來變去 那你就要小心他是畫大餅 像我以前有個朋友也是 他在公家機關當一級主管 他說他們院長 很喜歡包工程 很喜歡辦採購 譬如說外牆拆了之後 又再重新拉皮 東西也是買了再買 那本來當然院長做什麼事情 跟他做什麼事情是井水不犯河水 不搭嘎嘛 可是他的困擾就來自於說 這院長其實他每次 在辦驗收的時候 就老是請假 老是出國 所以都由相關的副院長 或者相關的科事組長 代為蓋章覺醒 那因為他對整個工程都不了解 然後他要蓋這種章 其實他就內心很麻 而且蓋章的人要承 要負責任 對 所以他就是配合度很不好 要不然就是跟 就承包人員拒絕蓋章 要不然就是拖延蓋章時間 因此他就時常被 找去院長室裡面訓勉 那院長就跟他說 其實這個 強起來好像也滿合理的 對 對 如果你都配合得好 那現在我們的升遷 我們的加薪 一定會先考慮你嘛 烤機會先打你 你知道嗎 可是因為我那個朋友 他當然比較保守 他對這種事情 依然很不安 所以他因為配合度很不好 後來他就黯然離開 就是主任這個位置 甚至離職出來開業 可是後來居然沒有多久 大概半年 不到一年時間 他們一員就爆發出 一個很大的採購幣 這個當時報紙都很大 然後不但院長入獄 而且相關的蓋章的很多主管 也受到牽連 所以他那時候才釋懷說 還好他離職離得早 沒有被牽連這樣 對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在分誰是畫大餅 其實最重要還是看 他以前的行事風格 他是有誠信 對 我覺得觀察過去的行為模式 最能夠預測他是畫大餅 還是真的是有給你撥畫圓景 除了陳醫師剛剛說 你去打聽一下誠信之外 其實我覺得方法蠻多的 包括你要用點理性 用點邏輯 還有你可以去業界 多打聽一些他們 不管是廠商 或者是對方的一些 相關的評價 那我講我的一個親戚的故事 我親戚他在一家銀行當領轉 做了六七年 那業績也還不錯 可是壓力很大 他一個月的薪水 大概普遍是落在 六到八萬塊之間 那可是因為他前面 就是有一些長官 一直就是卡的位置 所以他就一直覺得 他自己升官 沒有太多的機會升上去 所以他就一直想要跳槽 那剛好有一天 有一家外商銀行的總經營 就打電話給他說 某某某那個 我們有聽別的客戶推薦你 說你又專業又熱情 然後長得也滿帥的 所以這個 有沒有戲劇來面試一下 因為我們公司對台灣市場有興趣 但是我們對台灣市場又不熟 所以要不要有興趣來談一下 那對方給他的條件很好 光是底薪就加薪了三成 已經加三成 還有其他的分紅配股等等 然後我聽了之後覺得 不好意思 這家銀行我沒聽過 我就很老實地跟我親戚說 我真的沒聽過 結果我這心情就說 姐很多新創公司你沒聽過 你不認得 我覺得也是很多新創公司 最近的確 對 最近很多就是 叫做Thintech 就是這個新創科技 結合金融的這樣銀行 所以也對了 那可是因為我還是覺得 有點戒心 我就跟他說 那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反正你年假那麼多 你年假也差不多 那家才有十天 你就先請年假過去 然後上班第一天 他就覺得 怎麼公司的氣氛 怪怪的 雖然燈光美氣氛家 裝潢得很棒 因為新創公司嘛 所以他就覺得怪怪的 因為他聽到他們 很紅的 紅牌的業務人員 在銷售產品的時候 這個基金保證 那如果 每天幾趴 每天一趴 每天一趴 那如果呢 如果你介紹很多 其他的朋友 親戚來買的話 總金額你還可以抽兩趴 其實我常常講的 用膝蓋去想 對 很像老鼠會 對 用膝蓋去想 就知道嗎 一天一趴 一年三百六十五趴 他操不合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我親戚就覺得怪怪 然後過幾天呢 他們老闆又早上進那個 辦公室就跟他說 那某某某 因為你對台灣市場很熟啦 我們公司最近代理了 一個新的產品 全世界獨一無二 我們要發展是 而且我後來覺得 這個概念滿有意思的 我也覺得還滿不錯的 真的還不錯的 零股塔 對 那我親戚也覺得說 好像滿有意思的 可是畢竟是一個新產品 那他又覺得說 他必須去了解一下 到底公司有沒有拿到這個執照 因為這就是我剛剛講 用邏輯嘛 所以他就去查了這個網站之後 就發現說 他並沒有拿到 就是說公司並沒有拿到 這種什麼資金 這種合可的執照 對啊 對 那我親戚就知道說 原來這家公司真的是騙人 所以後來就發現 他當然就是 就上班幾天之後 就跟老闆說 他覺得他不是很適合之類的 他就離開了 就過了幾個月之後 跟陳醫師講的案例的狀況 滿類似的 然後新聞就爆發出來 某一個吸金集團 所以幸好我親戚沒有 繼續在那邊工作 如果他在那邊繼續工作的話 就變成那個 兩頭落空 對啊 就是也是犯罪共犯了 所以投資理財相關的事情 問燕麗姐就沒錯了 絕對不會被騙 然後職場的事情 就問旭蘭沒錯了 就不會被騙 對 但是偏偏旭蘭也會遇到 投資理財的事情是不是 對 沒有 當時年紀小 因為那時候我是在剛畢業 進入一家大的電視公司 那我們就聽說有一個同事 他是後製的 還滿資深的 但是他就轉行去了 那透過其他同事就聽說 好像最近賺滿多錢 那有一天那個同事 就打電話給我 他就說 虛擾好久不見 我去找你 他有一天就真的開著 他的雙B叫車就來找我了 他就跟我聊天 他說 我說你最近在忙什麼 他說我最近在投資一些 不動產 我說不動產 他說我跟你講這樣子 你因為名下沒有房子 所以你首購 它的利率是比較優惠的 要不要這樣子 你的名額借給我 我們一群金主 要透過用你的名字來買 我心裡想說 借我的名字來買 那時候就開始有提高警覺 可是如果借你的名字來買的話 房子是登記他的名額 對 我就是問他 那這樣你多有保障 對 我就問他 那你們這樣子有什麼好處 他說你不用擔心 因為房子在你名下 我說那你們要是不繳貸款 他說沒關係啊 那你就繳啊 你繳了以後房子便你了 這好像滿有保障的 不是 我想要的 如果那個房子 最後賣不掉 很難脫手 沒有 這要看一下 就是首先房子條件 第二是你要繳多少錢 對 然後他就說 他們都操作像比較小的 會比較好賣 那再來呢 等我們這個賣掉以後 我會給你五十萬 我當時的年薪才三十幾萬 那我如果名字借他用一用 就給五十萬其實有點心動 然後他就知道 你看這台車 我也是跟朋友合 所以我就買了 他就畫了一個這樣子的美夢給我 那時候就覺得 有點心動 可是當時就覺得有點害怕 還是怪怪的 對 因為畢竟是這麼大的一個金額 你也怕說 他不曉得交了哪些朋友 所以最後我就忍住 我真的就沒有跟他一起合作 但是後來也真的還好 後來涉事比較深了以後 你就會知道說 原來他們在玩什麼 他們就是透過像這樣的人頭 一方面其實滿多都是做AB案 也就是說他簽AB合約 就是我實際上簽的合約 也許我這個房子是賣 買一千萬買的 可是他就轉頭告訴銀行說 我一千兩百萬買的喔 所以銀行你多貸給我一點 多貸的時候 等於這些人 他用非常低的成本 一直不斷的就是有資金去買 或者訂很多的套房 那再來賣 賣的過程呢 反正下一手你就會覺得說 我是一千二買 你一千三跟我 你讓我小賺一點 然後你也沒有買貴 所以他就是一直不斷地 用這樣去炒高房價 然後呢 同時又跟銀行榨貸 所以其實如果當初 我真的聽了他的話的話 那我可能一方面 是有詐欺最寫的 對 二方面 就是會吃上官司的 而且二方面其實 這樣銀行有紀錄 我後製要買房子 沒錯 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只要在財務上面 要幫別人做人頭的事情 我覺得基本上都不要 對 對不對 所以最後請續來 是不是可以給我們的 觀眾朋友一些建議 就是說大家在職場上 或生活上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保護自己 然後我們處理的步驟 應該要注意哪些 如果真的是 變成非常非常新的公司 其實我們的 我們的本沒有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我們不要去陪著試水溫 對 應該要多看看 那再來也就是看看說 這個帶頭的人 是不是也是比較資深知名的 他說不定比較有機會 可以真的帶著這個 新的公司一起成長 那再來也是要去注意 包括你要去看看現實的 你自己是不是有那樣的精良 也就是說 他花了很大大 你要給你一個觀錯 但是你根本才剛畢業 或者是才一年的資歷 輪得到你了嗎 如果還輪不到你 極有可能你就是被別人當人頭 沒錯 那最後其實 其實可以多問問 因為大家都有不熟悉的領域 那如果你知道財經可以問 燕麗姐 所以就問一些前輩 或問在你的產業界 你就會比較資深的 他們看得多 延遲得比我們多 對 所以他可以給的一些 建議想法也會比較周全 所以其實多問問是覺得沒錯的 沒錯 所以人心隔肚皮 有時候真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不管在各個領域 你都不曉得說 這不認識的人 他到底在想什麼 對 我覺得就像剛剛 俊蘭姐講的 就是多問就對了 像現在撲克的部分 我就要來問林律師 你是幫你老公問的吧 怎麼玩都不會贏 怎麼會這樣子 對 所以也希望這個觀眾朋友 就是今天有很多的重點 跟很多的縣 只要提醒大家都要多注意 多小心 沒錯 祝福大家 謝謝 謝謝 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